要实现海陆空全空间的无人体系联动 目前国内的技术是不是成熟 这对物流成本将带来哪些变化 法律法规又将如何来配套 继续来看 记者了解到 在国内部分矿区已经开始了无人货运的试点 在极端天气和复杂路况下 实现了货车无人驾驶的全天候运行 同时实现多场景的无人化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正在将无人矿山运行的经验 推广到深圳的海陆空无人体系建设中 专家表示 构建无人化的海陆空无人体系 如果推广到物流领域 可大幅降低经济运行综合成本 记者了解到深圳特别措施是目前全球最前沿的 针对无人系统提出南阔基础规则和标准体系的创新举措 未来还需地方法律法规的配套 现在技术和产业已经就绪了 而且现在到了要需要迅速地从这个陆海空统筹发展 无人系统准入来考虑这个问题 能够在辐射全国 特别措施指出 推动智能网联无人系统与城市建筑 立体交通等环境适配 率先探索智能网联无人系统 在工业生产 物流配送 冷链运输 防灾 减灾 救灾 应急救援等领域的产业化应用 第一个是规划 第二个就是要在法律法规中间提前的一些预言和谋划 授权这些社会主体 市场主体 参与无人体系的搭建过程中间 要有合规的法律的标准规范 第三个它还有一套准入的系统的标准 比方说我无人系统的介入 是要跟我的消防 跟我的建筑结构相密切联系的